香港的書展被香港貿易發展局搞的 香港貿易發展局搞書展搞得非常之差 有個林天福做這個總裁的時候 他剛剛做總裁 我記得有記者跟他做過訪問 應該信報 他就說我們是貿易發展局搞的 我們要賺錢為原先的 這個是非常之差的思維 因為書展除了你要賺錢之餘 書是甚麼 書是一種文化 是一種教育 書展是被人看到你的地方的水平 由於一些這樣的人去負責 這些思維的人很垃圾 就令書展開始變質了 怎樣才會變質呢 例如年年加價 只是入場費 我只是說這件事 我們爭取了很多 就是因為靠我們參展商吸引讀者進來 那功勞不是貿易發展局的 吸引那些人進來 你成人有20萬個小童10萬個 你說你有一百萬人入場 那筆數很大的幾千萬 你可不可以擠幾千萬來分一些 你已經收了我們的長租了 我說的是 我們不是就這樣進去 是2萬元一個 接近2萬元一個位 然後吸引那些人進來 那吸引那批人進來的錢 為甚麼要你們全部貸掉呢 是否應該分一些給我們的參展商 至現在三十多屆 我每年都追他 你告訴我 有一百萬人入場 他從來沒有清清楚楚告訴我 只是入場的收費收多少 我跟很多傳媒說 很多朋友說 大家都追問他都不回應 至現在都不回應 所以是令到書展只會越來越融足化 因為大家都為了賺錢去交租 就變成散火場了 年年都只是抓藝康 抓金融出來 沒有新東西 我要求你講了很多次 為甚麼你不搞 你的主題不是一個紳思 就是文學紳思的主題 你年年為甚麼都還是無合的呢 你年年都還是那些 就是抓一些老人家出來 偽康呀 金融呀 這些呢 就是整班人是沒有腦子 是做得不好的 我們年年都只是complain 但年年都做得不好 所以其實越來越沒有人參加 我想今年呢 更加會差 那一次呢 有年很經典的 原來就是天文台寸步三個小時後呢 就會由三號風球轉到八號風球 他不是跟我們說 他是在他的大台那裡 就是全世界一起聽到的 實驚無份 還有現在罰你們 立即離開 所有人立即要離開 你現在立即要人離開 是很大的事 為甚麼呢 因為那個牆裡面 大概有十萬人 當時我記得呢 差不多是四五點多鐘 四五點的 你這樣叫做呢 就是全個灣仔 有些寫字樓的人 也是剛剛那個時間下班 我們實驚無神 有十萬人 湧下去地鐵呢 你一個多大混亂呢 你這些人就是為了自己 這些TDC就是為了自己 你不要有事 好了 我們為甚麼生氣呢 就是說 我們一旦真的走 無所謂 但明天是最後一天 那我們怎樣呢 我們是不是回來收拾東西呢 你怎樣回來 如果真的你不再開的時候 我們怎樣拿回所有東西 你說一聲給大家聽的嘛 你要商量 你又沒有啊 你只是叫我走 如果真的聽你說 全部人走了之後 那怎樣呢 就是原來我們呢 所有現在的輸入場的 去參展商呢 你不是說你現在就搬進去的 原來你所有的貨車呢 你先要去一個 不是馬上入場的 你先要去清衣 在一個不知球場 之類的等 在那裡等 在那裡早上等 然後呢 它就逐格逐格的車給你出 然後呢 你的車就逐格逐格 就去這個灣仔 輸展 一個很荒謬的呢 就是說 譬如 如果我的公司在灣仔 或者我在香港島的 我就這樣我的貨 就這樣車給你很簡單 你現在不是嘛 你現在又要我呢 你現在又要我呢 在香港島 先要去九龍去清衣 晨這麼早在那裡排隊排排排排排 排到整個下午 那才開始運些貨 去回來回展又要再排隊的喔 那這個這樣的途中 除了浪費時間之外呢 又令到那個交通流量那裡 又很混亂的了喔 你這樣又不環保喔 非常之浪費 浪費在路上的一些資源 或者是妨礙著條路 或者是妨礙著交通 好了 至現在呢 居然反對不到的喔 仍然根據這個做法做的 這個呢 搞到現在是沒辦法解決到的問題 又不知為何有個天才呢 搞到這樣的方法 就只是他們自己方便 只是某法國自己方便 某法國從來都沒有想過呢 所有這些問題是怎樣完善去解決 是沒有的 這麼多年都沒有 香港書展呢 他們簡禮呢 都有個方法的 就是呢 你要得攤位多 你就先選 即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譬如說你要十個的 你就選第一 我要九個的 我就選第二 要得八個的 就選第三 好了 他整了這個機制出來之後呢 這個呢 我們參展呢 就會開始有了一種新的變化 就是你越有錢的 或者你越有大公司實力的 你就選擇位便越漂亮 越好 你那些窮的 或者你那些中小企 微型的那些呢 就選不到漂亮位 那這樣東西是不公道的 這東西呢 又是貧者越貧富者越富 通常現在都是喔 三中商他們就霸了 永遠都是霸了一個入口位的 還有啊 你三中商意思 三年中華商務 你們隔一個集團去 來選擇位喔 你們一拿三四百個位 那你永遠都是走第一的啦 喂 那我們那些勢是怎樣呢 你先選擇位 你選擇最前面那個 你的攤檔又是 那個價錢 譬如現在這樣二萬五才算啦 你選最後那個人 他一個攤檔又是二萬五 好了 那就是說什麼呢 你尼敦道一號地下 你又是這樣的價錢 我現在被人去到很偏僻 又是二萬五 那不公道 你又是這樣分區 你的好位近門口 諸如此類 那你可以貴一些 那你擁到山卡拉起的廁所 門口那些 你可以便宜一些 那你都是一個 即公平一些 一是不公平啦 第二 他們現在每一次呢 你選擇位多 但你又是可以很多間公司 一起group 你就說你是一個集團去選擇 那因為他這樣呢 我們在2009年 有一個大的轉變 那我們就說不如這樣啦 我們from 我們一班人 我們自己都group 一組人 譬如說我們都有幾十個 幾十個攤位 那通常我們要選幾個 我們要算八倍 我都要六個 有些是一個或者兩個 四個都已經不錯了 那我說我們這一班人 group一個組織 你的好位可不可以呢 他就行 不過最少你要七十個 那七十個對我們來說 都一個很大的負擔 那所以呢 我們呢 就立刻找了我們 整班微型的出 即是參展商 有些要一個啊 兩三個啊 那我們呢 form了一個叫中小企 香港中小企書康業商會 然後呢 那一屆呢 我們就拿了七十個 七十個呢 基本上就接近有兩條街了 那兩條街呢 可以有機會 死不去 為什麼呢 我們可以下去去 Hall 1 原來Hall 1和Hall 2呢 那個營業馬是差很遠很遠 我一個實例就是我自己 親身的 我們自己的間公司四個位呢 被人呢 凳了去上去 Hall 2二樓 一日的生意 全日啊哈 是做到五千元而已 Hall 1在樓下 一個攤位 一個 即是一個攤位 是可以上面的兩倍 有十萬元 這個差很遠的 你想一下 一個攤位可以做一萬元生意 上面四個攤位才是做五千元生意 是好 是好極端化的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人一進來 就下去Hall 1 就給你三中箱呢 已經呢 就做完生意了 你留到到我們那裡呢 已經 沒有了錢了 然後 然後就腳仔軟了 拿著這麼多書 所以呢 我們要爭取去Hall 1才有生意做 我們要爭取去Hall 2 我們要爭取去Hall 2 我們要爭取去Hall 2